同樣是需要重新進行綠美化的 就是位在五谷新五路三段高架橋下面這邊 那麼這邊原本草皮是綠油油的一片 不過在經過了周邊護欄的失作過後 竟然遭到嚴重的破壞 因此這一片綠油油的草皮 變成了光凸凸的土壤 那麼當地的民眾認為這個實在是相當的難看 於是就拜託里長 請里長拜託市議員蔡淑均服務處前來 會看結果如何我們要帶您一起來了解 五谷新五路三段高架橋下原本綠油油的草皮 卻在周邊護欄失作過後遭到破壞 光凸凸的土壤也顯得格外的難看 里長表示這裡常有民眾經過前往河邊散步 希望能夠進行綠美化便請託市議員蔡淑均協助改善環境 目前大家看到的是說它只是一塊綠地 那因為在綠地上面沒有任何的一些植栽 那所以我們在因為這次的工程以後 我們議員這邊也對我們設想蠻周到的 就是說它又把我們周邊做了一些綠美化 因為我們做的綠美化就是說 也不會讓我們所有的民眾 就直接這樣橫過的那個綠地 去踩踐那些綠地的草 那因為我們這樣子有稍微隔開的話 那它也有一種層次的那種感覺 那這種感覺就是說 我們進來這邊以後 我們也可以看到我們花花草草 讓我們也有一種身心愉快的那種感覺這樣子 黎張表示非常感謝議員蔡淑均的幫忙 水利局同意進行施作綠美化並規劃步道 方便民眾行走 我們現在目前就是已經把剛剛講的 護欄紐車新聞已經開通了 那我們的步道也已經有初步的 已經有處理好我們的那個步道的那個行件 那現在後續就再來就是我們的綠地 綠地這方面就是後來我們陸續的執在方面 就會請我們的水保局這邊 他們就會來做處理隨意局 在一旁的相關工程完工後 將開始進行綠美化工作 完工後相信對來此散步休閒的民眾來說 身心靈將可獲得調適 並提供給當地居民一個美麗舒適的環境 永嘉樂記者五股採訪報導